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您关心的是 全球渐经环境不稳定下 全球亿万富豪们 现在掀起的收集黄金护照的热潮 拿到之后可以得到该国的居留签证 而进一步拿到该国的永久居留权 或者是公民身份 来看到一般来说呢 黄金护照的申请人 是以投资型的公民身份来做申请的 换句话说 必须要对该国的房地产政府计划 或者是慈善机构 其他领域都做出一个相对多的一个 重大投资才能够获得 因此美国新闻评论网站Vox 特别做的报道 要取得这些黄金护照的话 平均得花费10万到100多万美元 如果换算新台币来做计算的话 大概是310万到3103万之间 而南欧国家的马尔他 拥有欧洲后花园的称号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在美丽的地中海岛国中 特别受到富豪们的喜爱的 接下来看到近年 随着中东的战略 还有乌俄战争开始爆发 让另外一个国家 也就是画面上看到土耳其 意外要升为申请黄金护照的一个 新的热门国家 根据了解 取得土耳其的护照 大约花费需要25万美元 换算新台币 776万元 新许多近期可以看到 俄国人到当地 并且直接规划为土耳其的公民 然后我们来持续看到 发放黄金护照等同于是发放了自由通行证 因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相关国安上面的危机 欧洲理事会认为黄金护照是让罪犯可以自由在欧洲流串 对于欧洲整体的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因此反对各国寄出黄金护照的政策 包括了可以看到在保加利亚的部分 去年宣布终止黄金护照的计划 另外像是爱尔兰还有葡萄牙等国 也在今年陆续都取消了黄金签证的计划 欧洲大学学院的教授 同时呢 他也是公民及移民专家 暂击其指出 黄金护照在美国 加拿大 还有澳洲 这些国家引发的其他问题 还包括了持续来看到包括了逃税 贪腐 规避引渡 还有国安上面的疑虑 但最让人头痛的问题 其实是洗钱 还有这些潜在的政治影响力 都让许多国家重新思考 是否应该要全面的禁止黄金护照的使用 以上是这节的欢宇大话题 比较不禁止黄金顶 搭 dilat 各国安导 都让人 zomb起码 进购确 期待 毫 ald先 现在 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